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再来到上帝的脚踪 我们今天的范围 我们今天课程的范围 主要就是过红海之后 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内 以色列的百姓 怎么样从以林这一个站 走到了西乃山 接下来我就一站一站的 来跟各位说明 我们看到民宿记的33章 9到15节 也就是从以林一直到西乃山 中间一共有停留了七个地方 有七个站 圣经的经文是这么说的 第8节 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 经过了海中 到了苏尔的旷野 又在伊坦的旷野 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安营在玛拉 这个玛拉就是第四站 第9节 从玛拉起行来到了以林 以林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就在那里安营 这以林就是第五站 第十节 从以林起行 安营在红海边 这个红海边就是第六站 从红海边起行 安营在迅的旷野 这个迅的旷野就是第七站 十二节 从迅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托迦 也就是第八站 从托迦起行 安营在亚路 第九站 从亚路起行 安营在立斐定 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 这里就是立斐定 就是第十站 从立斐定起行 安营在西来的旷野 也就是西来山的前面 这里就是第十一站 我们从第五站走到十一站 这相关的地图就如这一张的PPT所显示着 各位看到第二站就是伊塔 再来我们看到了第三站就是密朵 这都还是在埃及的境内 接着我们来到了纽维巴 过了阿卡巴湾的红海以后 我们就来到第四站 马拉 这个马拉 再往下就是第五站 以林 各位可以顺着这个地图的编号 一直往下走 最后就来到了第六站的红海边 红海边之后 我们再往东北走 就来到了迅的旷野 这是第七站 各位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第七站的位置 再来第八站和第九站 托迦和雅路 就是在迅的旷野和立斐定的中间 这沿线在地图上并没有标示出来 第十站就是立斐定 各位看到这个立斐定 第十一站就是来到了西来山 第十一站来到西来山 中间迅的旷野和立斐定的中间 有两站没有列出来 也就是托迦和雅路 这张地图呢 就是根据美国的这个圣经 圣经的圣经老师 他叫做Toad Flink 在他的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所制作的这个影片 我把它再录出来 大家分享 接下来这张影片呢 是我在这个Google Map里面呢 我制作出来的 这个地图呢 就是《出埃及记》里面 十五章二十二节 他们到了乙林 那里有十二股的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这个乙林呢 各位可以看到 乙林就是在编号第四号的那个位置 乙林呢 今天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境内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做 Tayib El Isma Tayib El Isma 他的精度和纬度呢 他的纬度呢 在北纬28度 三十四分 0.12秒 他的纬度呢 在东 他的精度呢 在东京 三十四度 四十九分 59.88秒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内 也就是根据这个 希伯来学派呢 这个地方就是 所谓的乙林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张的地图呢 从编号一呢 就是所谓的渡海口 来到了这个编号二的阿卡巴湾 各位可以根据这个编号的顺序呢 我们就来到了编号三 编号三呢 就是所谓的西乃山 这个西乃山呢 就是西伯来 在西伯来学派的西乃山呢 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内的 劳之山脉里面的有一座山 叫做玛格拉 然后呢 来到了编号第四呢 就是所谓的乙林 我们刚刚提到的乙林 这个乙林呢 就是塔伊尔伊斯玛 这是在第五战 第五战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编号五呢 这个地方呢 在阿拉伯的这个村庄呢 它叫做这个 叫做这个 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阿拉伯的 这个阿拉伯的很有意思 它就是所谓的米甸地区 也就是叶特罗呢 这一个叶特罗呢 他们所居住的地区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发现呢 叶特罗的洞穴 你也可以发现呢 当初摩西来到这里呢 和叶特罗的女儿们会面的地方 第六 编号六呢 就是所谓的 希伯来学派的出埃及记的第六战 也就是红海边 这个红海边呢 这个红海就是所谓的 阿卡巴湾的红海 它在东 靠近东边的这一个 这个海边上面 那这个村庄呢 现在的沙奥地阿拉伯呢 叫这个村庄叫做 马格纳 这是一个绿洲 我们接下来再看 这一张的PPT呢 是特别讲到乙林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乙林的位置 大概这个乙林呢 它就离阿卡巴湾呢 大概有六一米的距离 在东边六一米的地方 就地图上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小圆圈 那里就是所谓的乙林 那山谷中有一个小村庄 就叫做Tayib El Isma 这就是一般在希伯来学派的学者认为 这里就是所谓的乙林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图 这个地图是由这个美国的地理学家 Glin它所绘制的 编号第一号的地方 在这个编号 这里呢就是有所谓的纽威巴 各位可以看到最最左边的上边 这个地方就是纽威巴 然后经过了这个阿卡巴湾 然后来到了乙林呢 现在就是第五站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山丘的形状 这叫乙林第五站 这个村庄就叫Tayib El Isma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当地人称呼这个村庄的名字 接下来呢 就来到了红海边 就是第六站 各位看到红海边的第六站 那这个是海边的一个绿洲 就刚刚有提过 它叫马格纳 然后呢从红海边第六站呢 就会来到了这个所谓的劳之山脉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劳之山脉呢 就叫做这个Mountain Louth L-A-W-Z 劳之山脉 在这个劳之山脉的这一个的东南方呢 大概六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西乃山 那这个西乃山呢 就是劳之山脉里面的一座山 那这个山的它的英文的 它的阿拉伯的名字叫做 El Magna El Magna 就是所谓的西乃山 最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耶特罗的村庄 就是在这个 这张地图的中间 有一个地方叫 Elbat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希伯来学派认为 这里就是摩西遇见 耶特罗和他的女儿所住的地方 这边就是 应该就是这个 叶特罗的村庄 或者我们称为米殿地区 我们看了这些的地图之后呢 我再回来这一张的PPT呢 是来显示 乙林呢 就是Tayif El Isma 这个地方的地貌 有几张照片 跟各位分享 这一张是所谓的 第一张的照片 然后这是乙林呢 乙林的第二张的照片 这里呢 有这个七十棵的中树 和十二股的泉水 这是摩西和以色列人 过红海以后呢 来到西乃山附近的 一个叫乙林的地方 也是他的这个照片 就如图所赋 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这也是乙林的地貌 往前走 就是西乃山 往西乃山的途中呢 会遇到多颗中树和至今 还有十二口井 十二口井的乙林 这边就是乙林的 另一个地貌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地貌 你可以还看到 在这个地上呢 还可以看到 有泉水在流动 过了乙林呢 就会来到第六站 就是刚刚有提过的 沙奥地阿拉伯的 马格纳绿洲 马格纳 马格纳 这个地方叫马格纳绿洲 各位可以看 从这张地图里面呢 可以看到 最左边的上面 是埃及的领土 再来中间就是所谓的 阿卡巴湾的红海 然后呢 过这个红海呢 他们就来到了乙林 乙林再往下走呢 就来到红海边的 马格纳 马格纳 这就是所谓的 希伯来 希伯来学派的出埃及记 过红海之后的 这个两个站的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再把这个地方呢 整理出来以后呢 这是第六站 红海边今日沙奥地阿拉伯 马格纳绿洲 它的京度和纬度 京度和纬度 这个马格纳呢 就是编号第六号的这个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京度呢 就是纬度呢 就是北纬28度 24分0秒 京度呢 就是东京34度 34度45分0秒 这个的位置 按照这个地图上的编号呢 1到6号 编号1呢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纽维巴 各位可以看到纽维巴 beach 再来编号2阿卡巴湾的红海 编号3就是第五站的乙林 也就是沙奥地阿拉伯的 他们的阿拉伯人称为 这个地方叫 Tayip el Isma 再来就来到了劳之山脉 这个劳之山脉里面 有一座山 叫做Magna 这个Magna就是所谓的西乃山 然后来到了这个米殿地区 编号第五的米殿地区 这个米殿地区就是 叶特罗 它所生长的地方 最后编号6的第六站 就是玛格纳绿洲 这是一张从另外一个角度 所绘制出来的地图 那这一个玛格纳 红海边的这个玛格纳呢 它的这个照片呢 就在这一张的PPT上面来呈现 各位可以看到最上面呢 就是所谓的埃及的领土 那中间呢 那个就是阿卡巴湾的红海 下来呢 靠近下方呢 这个整个片呢 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内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里的小小的树木 就是玛格纳绿洲 这就是这张照片所呈现出来的 那这一张照片呢 接下来的这一个PPT呢 它所呈现的呢 它所呈现的这个照片呢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来拍摄这个玛格纳 各位也可以从这个照片中 了解那里的地貌 接下来这张PPT呢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来看玛格纳 它在接近红海边的这个地形 这是从这个卫星上面所看到的这个地形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民宿记》呢 《民宿记》的33章 10到12节 从以林就是第五站起行 安营在红海边 也就是第六站的 刚刚说的玛格纳绿洲 然后呢 从红海边起行 就从玛格纳这边起行呢 安营在迅的旷野 这个迅的旷野呢 就是第七站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七站 那各位可以从这一张的地图上呢 去了解 我们怎么样的 从第五站走到第七站 那在《出埃及记》的另外一段 16章1节的经文呢 是这么记载的 以色列的全会众从以林起行 在埃及 在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 15号 15号来到了以林和西乃的中间 就是汛的旷野 等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呢 大概经过了75天 也就是两个半月 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汛的旷野 那各位可以从这一张的PPT呢 可以看到编号1的纽维巴 再来2的沙烏地阿拉伯的红海 再来第四站的编号3的马拉 编号4的以林第五站 再来第六站的红海边的马格纳绿洲 再来到了编号第六 第六号就是所谓的汛的旷野 后面就是所谓的第七呢 就是叶特罗洞穴 就是米甸地区 后面就是第八第九 就是利斐定和西乃山 也就是第十站和第十一站 那在这个汛的旷野和利斐定的中间呢 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亚路 一个叫托迦 所以我们从这一张的地图 我们就会了解 以色列的百姓呢 从这个埃及出来之后呢 一直到这个汛 到这个汛的旷野呢 他们一共花费了75天的时间 也就是两个月 第二个月的 对不起 他们是花第二个月的15日 也是花了45天的时间 不是75天 是45天的时间 这里做一个更正 接下来这一张的TPT呢 它就是在讲到汛的旷野 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呢 在这个出埃及记 他们都是在这个群山中间的 谷地中在行走 在谷地中因为地势比较低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汛的旷野呢 就是群山中的一个盆地 他们进到这个盆地呢 事实上也是经过 这个群山里面的这些的低谷呢 进到了这个汛的旷野 那这一张的这个照片呢 就很清楚地显示 那我们在现在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来看汛的旷野 这就是汛的旷野 有点像这个盆地 在群山之中的盆地 一个情形 那下面这一张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来看汛的旷野 以色列的百姓呢 就在这里停留 我们在这里 特别这一张的PPT呢 就来跟各位解释 各位可以在这张的PPT 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地图呢 左边这张地图呢 里面的这个黄绿色 最上面的黄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宜塘的旷野 这宜塘呢 它包括了这个阿卡巴湾的 北边的东西的海岸 都包括了 那另外呢 苏尔的旷野 苏尔的旷野就是 这个右边这块地 这一份地图的橘色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叫苏尔的旷野 各位在看到右边这个地图呢 所谓的逊的旷野 逊的旷野呢 它就是这个绿色的这块地图 逊的旷野的右下方呢 也就是土黄色的这一片土地呢 它就是所谓的西乃的旷野 所以基本上 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呢 他们所经历的这四个旷野 也就是伊坛的旷野 这个苏尔的旷野 逊的旷野 然后在西乃的旷野 就分别呢 可以呈现在下面这两 就是这一张PPT的 这两张的地图当中 在逊的旷野 以色列百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下一张的PPT呢 我们有这个经文的记载 它就是在初埃及记的16章2到4节 就是百姓呢 在逊的旷野呢 发怨言 神赐下马拉与安存 第二节 以色列全会众 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第三节 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 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到这旷野 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第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誓言他们 遵不遵守我的法度 第五节 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这是相关的经文 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十一节到十三节 晚上有安存飞来 各位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的 十一节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 十二节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 你告诉他们说 到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食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第十三节 到了晚上有安存飞来 遮满了银 早晨在银的四围 地上有露水 露水上升之后 不料野地 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小原物我们再看 下面这一张PPT的经文 这是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十三到十四还有三十五节 这是有早上有玛拿 晚上有安存 早上有玛拿 十三节 到了晚上有安存飞来 遮满了银 早晨在银四围 地上有水雾 第十四节 露水上升以后 不料野地面上 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另外在三十五节有提到 以色列人吃着玛拿 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 就是迦南地的境界 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之后 神就停止降下玛拿 让他们吃自己在迦南地 所种的食物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章PPT 他所要谈论的 耶和华神怎么样在迅的旷野 来给以色列人制定安息日 他制定安息日给以色列人 他除了降下安存和玛拿 他也制定了安息日给以色列人 那相关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十六章的二十二节 到了到第六天 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 每人两儿每儿 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 二十三节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明天是圣安息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 你们要烤的就烤了 要煮的就煮了 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第二十四节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 留到早晨 也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 二十五节 摩西说 你们今天吃这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你们在田野必早不早 二十六节 六天可以收取 第七天乃是安息日 那一天必没有了 二十七节 第七天 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 第二十八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第二十九节 你们看 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 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什么人出去 于是第三十节 于是百姓第七天就安息了 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 也是一个有预备的神 他不仅制定了安息日给以色列人 要叫以色列人 第七天要安息 要休息 他为了第七天要休息呢 他甚至在第六天的时候呢 就赐下玛拉两天的份 让他们在第七天呢 仍有食物可以吃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这一个的PPT所显示的 这一个的地图呢 就是迅的旷野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个整个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迅的旷野 那这个迅的旷野呢 迅的旷野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神四下的玛拉 晚上由玛拉飞来 早上呢 神是玛拉 是早上 那安存呢 是晚上飞来 神并在这个地方呢 制定了安息日 等于在迅的旷野呢 神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给他们安存 第二个给他们玛拉 第三个呢 叫他们遵守 这个安息日的规定 在这个立位纪呢 二十三章一到三节呢 是这么说的 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以小玉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的节旗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旗 六日要做功 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当有圣会 你们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住处 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就是神要以色列百姓 一定要在第七天遵守安息日的规定 神除了在这个安息日呢 第七天要叫以色列的百姓呢 来遵守这个安息日的规定 神更进一步呢 也给以色列的百姓呢 制定安息联和喜联给以色列 所以就每一天来讲 神要人工作六天 第七天要安息 就每一年来讲 神要人呢 工作六年 第七年叫安息联 然后过了七个七 也就是四十 过了四十九年呢 到了第五十年呢 就叫做喜联 那至于说这个安息联和喜联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在圣经里面呢 都有很清楚的记录和记载 那这些的事情的记载呢 都是发生在汐乃的旷野 在迅的旷野 那这里呢 特别讲到立位记呢 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 其中一到七节呢 是谈到有关所谓的安息联 这里我就跟各位分享 他的经文是这么说的 第一节 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第四节 第七年要守圣安息 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第五节 遗落滞长的庄稼 不可收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第六节 地在安息联所出的 要给你和你的仆人 卑履 故宫人 并聚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连的土产 也要给你的牲畜 和你地上的走寿当食物 这个非常的有趣 因为神除了制定在迅的旷野 也就是在西兰山的前面 制定了安息日 神进一步制定了安息联 神特别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告诉他们 你要小育以色列人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 也就是说再过四十年 当他们进到了迦兰地的时候 他们在迦兰地就要开始来遵守 这个安息联的规定 也就是工作六年到第七年 这个地要让它停止的工作 让地来守安息 接下来 耶和华上帝在这个西兰山 更进一步的教导以色列人 怎么样去制定洗联 在立位记的二十五章八到十二节 他也讲到了洗联 第八节说 你们要计算七个安息联 就是七七联 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联 共四十九联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安息联是七联 七联要守一个安息联 你们守了七个七联 就是七个安息联之后 就是四十九联 第九节 当年七月初十日 你要大发脚身 这日就是赎罪日 要在遍地发出脚身 第十节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联 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 这联必为你们的洗联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第五十年 第十一节 第五十年 要作为你们的洗联 这联不可耕种 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 没有修礼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第十二节 因为这是洗联 你们要当作圣联 是地中自出的土产 也就是过了七个安息联之后的 第四十九年的下一年 第五十年 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 要过洗联 这一年 他个人都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等于所有的债务都要全免 所有的土地都要归回 这是神给以色列的百姓 要叫他们在每五十年 就要将土地重新的分配 每一个土地 就要归还给原来的屋主 原来的地主 所有的身份都要恢复正常 以前是奴隶的 也要恢复自由自身 所以洗联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下面这一章呢 下面这一章的这个PPT呢 就是我再来解释 这个托迦和亚路 因为在这个圣经教师 这个Tod Fink 他并没有对托迦和亚路 有做太多的说明 但是托迦和亚路事实上呢 他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迅的旷野和立斐定的中间 各位可以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得出来 在《明书记》的33章12到14节 12节说 从迅的旷野起行 安营在托迦 这个托迦呢 就是第八站 第八站 然后呢 第十三节 从托迦起行呢 安营在亚路 这个亚路就是第九站 从亚路起行呢 安营到立斐定 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 这个立斐定就是第十站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托迦和亚路呢 既然他地图上没有标出来 但是呢 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要把这个地方的地形呢 要把它显示出来 我这一张的地图呢 这一张的PPT呢 这一张的PPT 他所给各位呈现的 就是迅的旷野 第七站到立斐定 第十站 中间的第八站和第九站 也就是托迦和亚路 他的地帽虽然没有显示出来呢 位置没有显示出来 但是他的地帽呢 各位可以从右边的 从右边的这一块 这个照片呢 看出来 他就在 好像是在两三中间的一个 一个狭窄的古地当中 这里就是所谓的托迦和亚路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就在这里结束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马拉 一直走到了以林 再走到了洪海边 再来到了这个 再来到了迅的旷野 他们到迅的旷野 再来到了这个托迦亚路之后呢 再来到西乃 西乃的旷野 然后来到了西乃山 那这个中间会经过 所谓的Albat Albat 就是这个叶特罗的米殿之地 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呢 西伯来学派呢 过了这个阿卡巴湾红海呢 他大概的地形呢 和说明呢 都如我们今天所解释的 我们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继续的给各位介绍 以色列百姓呢 在这个西乃山 还有在这个西乃的旷野 所发生的事情 谢谢大家 在结束之前呢 我还是来为各位做一个祷告 颠覆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带领以色列人 当他们来到了这个 来到了这个汛的旷野 你赐下了这个安存 你赐下了玛拉 你也制定了这个安息日 安息年和喜年 让以色列的百姓来遵循 主啊 你是一个丰富的主 你也是一个无所不仁的主 是的 我们求主 你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我们所有观看这个节目的 弟兄和姐妹 还有所有的观众 你在我们的身上 你要有神迹歧视 在我们的身上发生 就好像你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 所赐下的安存 所赐下的玛拉 所赐下的安息年 你让我们了解 你是一个丰富的神 你是一个会 你是一个能够让神迹歧视发生的神 我们就是不断地来向你祷告 向你求这个神迹 不论是在我们的财务上 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上 你都有安存和玛拉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